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中 谈到人口老化对医疗的需求 那网民在医药课题上 也有一些疑问 稍后呢 我们还要请秦金智副教授解答 那先问一下海杰 你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样的言论呢 网民一般关注的呢 是要付更高的医药费 比如说有人就说 不单是老年人 年轻人也没有办法购买足够的医疗保险 来抵消医疗的开支 也有人建议 医疗保险公司呢 应该效仿汽车保险 根据赔偿的次数来决定保费 并给予那些没有所赔的投保人一些回扣 与此同时呢 也有人担心 有了建国一代的配套 年轻一代会不会觉得老人家 已经有政府照顾 而忽略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另外呢 我们这里呢 还有一位网民电邮给我们 他担心建国一代的大幅津贴 会导致人们涌到医院的 专科门诊 拉长等候的时间 使整个医疗系统不胜负荷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教秦副教授 医院怎么样做 才会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呢 对于这一点我有几个看法了 第一点就是说 如果这些老年病人呢 这些医药方面的需求 不论是预防性 或者是肯定性的一种治疗呢 如果是真正是在医学上 是有需要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他们去求医 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不但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数字 另一方面也能够在预防性方面 使到他们下来几年的 那个入院的风险呢 降低 这也对整个系统会有很大的帮助 以我个人呢 本身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就是说老年人一般上呢 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医院求医了 其实他们都对医院啊诊所呢 都有点机会 就是说他们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去 所以我相信应该不会产生这种 所谓大家所不理的 就是说门诊会爆棚的那种情形了 另外一点就是说 在医院里面呢 有医生 护士 治疗师 他们有他们的职业守折 那么他们会决定这个病人是否会 这个治疗会给病人带来帮助 那么有他们的把关 我相信呢就不会造成 这个病人呢 一大全中西医院要求 这个一些不适合的那个治疗 是 要降低医疗服务方面的压力 的确可以从预防做起 好 谢谢秦副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也知道 医院在减少人们对医疗服务的依赖 降低整体医疗开支方面 也做出了努力 国立健保集团就和社区合作 引导年长者学习如何预防疾病 在15秒内可以走多少步 走起来稳不稳 半小时的简单测试 加上测量血压和血糖就能够判断年长者跌倒的风险 把老者归类成低风险中风险或高风险群 就对阵下药提供治疗 成都生医院这个社区项目也安排治疗师每星期两天到社区康乐中心 教年长者做健身操 加强他们的平衡力 走起来安安稳稳的 医生说 每五名老人当中 最有一人有跌倒的风险 如果能提前诊断出 糖尿病 高血压等病症 可以减低跌倒风险 长远来看 能省下大笔医疗开支 年长者一般对 家中潜在风险意识不高 因此治疗师也会通过家访 找出安全疏漏 逐一纠正 有害健康的行为 我们知道是有危险 通常是忘记的习惯 如果有他们来的话 他们是专业的 他们只能给你看到那个地方 如笔潭 另外一块布放在下面 这好像是纱布这样 很粗的 就不会花了 计划自2009年推行以来 也有1100多人受贿 好 今天的点看预算案 就播到这里 欢迎你把意见 电邮给我们 我是董苏华 我们下星期天 晚上10点半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